Bundle,Intense里面还要Bundle,有点像我们记email,那个Bundle有点像附加一些资料在里面,所以这个流程其实还蛮繁琐的 OK,那里面的话相关说明,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比较重要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总分是20分啊 不过如果你考第一阶的话,它就是50分 那里面的话,只要你将来做完之后,它有个评分项目,你就照这个评分项目去看一下 比如说呢,这个各个元件上面有没有跟参考图相同,如果有的话就拿到这个分数 那如果有没有正确使用这个,这个里面的那个,比如说字串它放这里,有没有使用 那你会发现呢,基本上前面的分数是界面,后面呢,程式输入,后面这个才是程式 所以界面部分呢,如果做出来的话,就有界面的分数 底下这两个是程式的分数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完成这一题 第一个的话,一样,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请各位等一下,建立一个叫A104好了 比如说A104,这个专案,一样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enjoy的一个project 那这个project名称的话,我们叫A104好了,那底下的话,我想你就自己再稍微改一下 一般的话,我们是,我建议是2.33,我们这个全部都用2.33好了,那这样的话 ok,那这个none,那把它下一步下一步 第一个完成我们的这个专案建置,第二个的话呢,打开这个RES RES里面的话呢,我们再来看lay要 那lay要的话呢,请各位预设一个,这个lay要的话呢,上面稍微先布局一下 里面布局哪一些,各位稍微看一下这上面的,分别就是一个什么呢,textview 那,特别注意,这一题,它预设的放这个原件的方式呢 我们前面是用那个linear layout嘛 不过,这个我想你布局也用linear layout,或者其他都可以啦 然后把相关的原件放上去,那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前面有讲过,像男生或女生的话 它实际上只能选其中一个,所以记得哦,你不能用直接拖拉的时候,不能直接用radio button 而要用什么呢,而要用这一个,下面这边也叫什么,radio group 有没有,radio group,拉过来之后的话呢,特别注意,如果说你直接,假设我放下面好了 好,那它会有三个嘛,那你记得就怎么样,这三个里面呢,你就把最下面这个删掉 那再加上上面的字嘛,再来要把它放水平的话,该怎么放呢,特别注意,如果你要放水平的话 记得就是说,按滑鼠右键,你可以在盖要这个地方按,或者是这边一按就可以啦 我习惯在盖要这边按右键,把它怎么样呢,有一个orientation,改成什么呢 改成,我们要水平的,那水平的话呢,我们就是选这一个,Holywanto,点下去 它就变水平了,那你再把它怎么样,搬到应该